这是荡红花的种球 有好多人说 我看你视频看的晚了 现在还可以买荡红花的种球吗 当然可以买 你现在买的话 有可能就是这种状态 它的芽子已经长出来了 但是这种芽子长出来不太紧 只要球足够大 它里边是有花芽的 只要您现在种上的话 它就会快速的去斩叶 斩叶的同时 它的花芽就会长出来 它的花就会直接开 是不影响开花的 而且这个荡红花的种球 它是比较耐寒的 它在秋季是长叶子的 到了冬天 它的叶片也是绿颜色的 到时候保持绿色过冬 能够耐零下10度到15度左右的低温 露天过冬也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说你想要栽种的话 可以栽到花盆里 放到室内观赏开花 如果说你有花芽的话 也可以去栽一下 但是埋的时候 要埋的比较深一些 一般富土5厘米左右 这样就不容易出问题了 只要是山东地区的话 露天过冬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去栽种一下 栽种方法就是 把它的外表皮全部去掉 拔干净 然后去掉外表皮 底部的干根也要去一下 之后找一个花盆几步加上土壤 然后均匀的摆放到里边去 覆盖土壤 把芽点露出一半左右就行了 这么长的芽子 然后直接放到见光的地方去 它的叶子就会展开 接着就能够开花了 但是不要把芽子全部埋起来 一定要露出一部分来 这样它的叶子才能够展开 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去选购一下 去栽种一下